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也是前边讨论的很热的话题 就是说的 古埃林夺冠了 他夺冠中间呢 他说过一个话 他中间每年呢 寒暑假呢 都到国内来 到国内来呢 就到海淀黄庄去学奥数 然后学奥数以后呢 学十天 顶美国呢 学一年一个学期的 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呢 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很多人呢 在说这个 跟我说这奥数的这些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啊 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奥数呢 每个人呢 理解也不一样 这个奥数的老师的情况呢 理解也不一样 让这个奥数啊 应当这么讲 第一呢 数学和奥数有什么区别 虽然说呢 当初奥数这个名字呢 是来自于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名字 后来就叫奥数了 当年呢 中国呢 也对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呢 非常重视 但是现在呢 不提了 而真正呢 在海淀黄庄呢 让小孩学的奥数是个什么状态呢 这样我看了一下呢 让小孩学的奥数 跟数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在小孩学的时候呢 他是学的数学加逻辑 很多时候呢 大家觉得逻辑好像就是数学 其实并不一样 数学里头呢 用到了数理逻辑 但是呢 很多逻辑呢 还有形式逻辑 语言逻辑 对吧 他实际上呢 在这个小学的奥数 他会说 几个小孩在一起 有谁谁说话 谁真 谁假 判断到底 哪个真 哪个假 这个 严格来讲 不是数学 这个的话呢 你那个文科的话呢 按理说 这个你作为语文卷子 去做做判断 你也对这个语言了解了解 也是很合理的呀 对吧 是啊在中国的很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 他那个逻辑非常缺失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考公务员的时候 有关方面可知道其中的重要 我们考公务员的时候 这些考试啊 都是有逻辑的 他有各种样的这些逻辑判断 找规律 什么这个 那个的 实际上这个呢 在小孩来讲啊 他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他学习一些逻辑 学习一些什么的 这时候就是要说了 那个奥数班呢 还有好多人叫做 补课班提前学 这里头啊 就说奥数班也两有不齐 尤其是对于外地呢 对于老师水平不够的 基本上呢 让那孩子去上 所谓的奥数 他也拿着叫奥数的说法呢 他基本上是个补课班 基本上是个刷题班 基本上呢 就是提前学 但是对于一个好的老师啊 他对于孩子的智力启蒙是什么 就是要教会孩子思考问题的方法 思考问题的方法中间呢 逻辑就特别重要 实际上就是说 你的孩子呢 你是授人以鱼 还是授人以鱼 一个是真正的吃鱼的那个鱼 还一个呢 是捕鱼的那个鱼 多个三点水 然后你说教了一些方法呢 很多人就说了 哎 你教那些方法都是套路 其实我再说一个话 你做加减乘除 你列数式不 你列数式的方法也是套路 对吧 有些方法是能让孩子很早的学会 那是很重要的 不叫做套路 你的话为什么你小时候那个有人就学得快 有人就学得慢 有人就学会了 早学会早受益 所以呢 这个知识和方法是不一样的 方法是要反复练习的 就这个技能的话呢 你不是说你知道了就行 知识是你知道了就行 很多人对这些教育的基本概念是不同 再加上呢 这些班呢 差别有很大 而最好的班呢 实际上确实是在海淀这些地方 然后呢 这些老师呢 基本上都清一色的清北毕业 而且清北毕业里头呢 学得不好的还不行 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只是说你对于这种思维呢 想得比较清楚 你可以教孩子呢 思考一个问题的方法 这样在这个奥数里头的 对一个题 对一个什么 他这个方法都非常重要 尤其对于很小的孩子 他学一些奥数的时候 他光理解这些提议 理解这些逻辑 他对他的 还不光是个数学的问题 他好多时候还是语文的问题呢 是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呢 你这个老师的好坏呢 差别极大 所以好多时候呢 对于这个里头比较诟病的呢 一个呢 是很多人呢 他根本没有见到顶级的这些老师是怎么教的 另外一个情况呢 那很多人呢 吃不着这个呢 他就会觉得这事呢 有时公平 你看没有 你们先学了 我们这没学 那当然了 你要说如果是公平的话呢 变成所有的中国孩子都不学 美国孩子可以学了 跑在前头 好像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呢 也有问题 所以好些事呢 多个层面去想 你要是真的一个很好的奥数老师 教会你孩子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方法 确实呢 他十天就顶一年的 其实在奥数的海淀的那些高端班里呢 他基本上就是一次课 大概三个小时吧 就是讲了在平时的班级里呢 要讲一个月的内容 就是讲的是怎么样 但是好老师呢 他能教孩子方法 他在一次课三个小时之内 孩子就是能学会 这里头呢 从好的方法 从素质 而且呢 有些内容呢 也不是那么样的公开 大家觉得好像你都能上网 我实际上说一句 比较残酷的话 每一个好老师的绝活 都是不想上网的 你上网了以后 首先是同行学了 他的知识啊 私有 确实是很难打破 你要让他知识完全的无偿的分享 那么呢 可能只有极少数人 这个些问题啊 今天呢 就给大家开一个影子 可以让大家呢 更多的思考 谢谢大家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